美国华盛顿州农业部公布 确认在贝尔维尤发现一种拥有10英寸大翅膀的飞蛾 且经农业部动植物健康调查处鉴定之后 让人意外的是 这种飞蛾常见于亚洲的热带森林 且因色彩斑斓又被称为地图蛾 华盛顿州农业部鉴定还发现 地图蛾属于联邦检疫类别中的害虫 因此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 民众购买或出售这类飞蛾都是非法的 不过由于地图蛾不会伤害人 因此不构成公共卫生威胁 可以让人们放心拍照或收集 此外为了确保这只全球最大的飞蛾 来源是否是已经成型的地图蛾群 华盛顿州昆虫学家也呼吁 民众一旦看到这种飞蛾 便应该拍照与记下地点 并回报给州籍的动植物监管机构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